2018年8月11日,三大视频网站联合六大制作公司以下简称三世六制发表联合声明,共同抵制于了行业不合理骗抽等现象。 今天我们就三世六制发表联合声明一事,简单聊聊自己的看法,是什么促使三世六制联合发表声明,是频网站长到盲目追求流量的恶果首先,是为了响应并落实国家相关政策,其意见的实际行动。 今年来,国家为规范影视娱乐行业的良性发展,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,三世六制作为行业内的代表同业者,发表联合声明的举动,是对国家指导性政策的回应,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表态,是其具有社会良知,答复其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。 官方措施和行业自律时间性其次,是市场主体为追求良性竞争环境的一种自发行为,事实上,视频网站是明星高片酬的幕后推手之一,而随着市场供需的越来越不平衡,视频网站自身开始,尝到曾经盲目追求流量和关注度的恶果,而他们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,这种恶性循环,如果不及时被恶制, 其次称也越来越难以承受高片酬之重,有人认为,明星片酬虽然高,但根本上还是市场行为,就应该用市场手段把片酬降下来。 所以,尽管有国家政策的各种意见和通知,如果市场主体不积极主动,得规范自身行为,良性的影视剧创作环境又很难实现。 随着影视市场竞争的加剧,规范,跨有序竞争的互生也越来越高,这也是促使三十六制发生的根本原因。 最后,明星的片酬与三十六制切身利益PC相关,以影视制作为主要业务的制作公司,每名也会承担大量影视剧的制作业务。 明星的片酬高低,直接影响到制作公司的制作成本,超高的片酬大幅拉高了影视剧的制作成本,压缩了影视剧特效、配乐等后期制作的投入。 不仅影响到各大制作公司出品的影视剧的最终质量,还大大增加了影视项目的商业风险。 而爱奇艺、优酷、腾讯等视频网站,作为各大影视剧的主流播放平台, 每年会从各大制作公司或影视投资公司,购买大量的影视剧,演员片酬的多少,直接影响到各大平台的购剧价格, 为节约成本、控制支出、维护共同利益。 三十六制联合发表声明也就不足为奇了,为何显见经纪公司艺人工作室表态? 收入主要取决于其下艺人的市场价值首先,就影视娱乐行业而言。 除了各大制作公司与视频网站外,行业同业者还有很大部分是经纪公司和艺人工作室。 这些公司工作室的收入主要取决于其下艺人的市场价值。 公司工作室收入主要来自于艺人片酬分成,而对片酬的限制,直接损害了其经纪利益。 即使有人客观任何这样的规定有助于行业健康发展,但落实到关乎自己确身利益上的具体事件时,也是难想象有人会主动自降片酬仪保。 照整个影视剧的制作质量,根据火科文章,按照第五套一百人人灭币,则一亿元的纸币大致可以摆放1.55×10.77×1米的长方体7次。 就整个行业而言,顶尖演员仍属于稀缺资源,顶尖演员在挑选班底,剧本是本身具有很大的选择权,且培养一个业务能力突出,还具有收益号照例的演员。 不仅需要演员自身的天赋与努力,还需要公司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投入,片酬的多少,本身亦是演员自身价值的一种体验,顶尖演员经纪公司若同意自降片酬,从某一方面来说,无益于自贬价值。 承认既不如人,声明能否起到遏制添加片酬的作用,要看声明员是否能够真正落实首先,联合声明只是三十六制自愿承担起相关社会责任的大邦声明,主要起到一种对外宣誓的作用,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约束力,更不具有法律强制力。 声明主体承担的主要是一种社会道义和道的责任,至于能否起到相应的效果,还要看声明员是否能够真正落到实处,在此后的市场交易和签约过程中,真正说到做到,坚持原则和底线,就发表声明的几大视频网站以及制作公司而言,对其自主参与投资并选角的影视剧,该声明是可以实际推行的, 但对其希望采购了影视剧,尤其是制作团队优良,粉丝基础方式,各大播放平台均开好的作品,如果其他竞争者不加入共同抵制的行列,只怕该声明推行起来,转期内,会带来一定经济利益的损失,西红柿首富制造,10亿人民币。 其次,由于发布声明的主体,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市场地位,故声明体现出的态度,会对行业的良性运转起到指引,倒下作用。 如果36制能真正遵循声明内容,其他的市场主体也会纷纷效仿,尤其是对影视创作者,特别是对剧弱弱势谈判地位,对影视制作方而言是重大利好。 该表态会在一定程度上,削弱流量明星的谈判优势,从而使得明星片酬真正进入一种自由平等的意见环境,从而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,逐渐改变流量明星,无限制抬高自身身价的恶性循环,让市场进入一种良性状态。 最后,该声明非常直接,证明地表达了行业不放从业者的态度,引起了更多人的重视和对于了行业发展的思考,以与国家的指导性,政策性规定保持一致,将有助于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。 该声明符合公众期待和市场规律,更符合一个行业从混乱到有序的历史潮流,如果全行业都能加强自律,积极效应国家号召, 携手推进娱乐行业规范化发展,行业天价片酬乱象将会逐步改善。 2018年8月12日,恒电影视产业协会发布倡议,号召公众期天价片酬。 而且,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,现在很多演员的报价实际上已经主动在下了,虽然比较知名的流量演员还在观望,但是基本可以乐观的预测。 等期之内演员高偏酬的遏制和下降趋势,还是可以预见的。 具体下降的幅度和知识时间,还有待市场检验。 随着国家政策的出台与落实,市场主体资源加强行业约束,影视娱乐行业会越来越规范,市场环境也会越来越良性、优质。 作者,杨曙光,白小丽,安理娱乐大团队律师,责任编辑,阿尔法将图元网络。